人间最美四月天,花卫全开月为远 今天是节气小满,我们这句话赋予它一个更隐身的含义 它的本意固然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我们说二十四节气 每一个节气只有两个字,一定要高度的提炼总结 那你说了个小满,好像不伦不类的,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其他的节气除了一个清明之外,都很清楚 那为什么清明?因为春天中国把这个季节看得尤其的重要 代表一个阳的上升,阴的自然衰退 阳长阴霄,所以说,取之清,天之明 清正明解,我们把春天赋予一个新的希望 也非常有神意 取得好 那小满呢,我们可以讲的取得非常实在 你刚说了,你刚说了又不清楚,怎么又实在 因为二十四节气,它很多都跟中国自古千年都跟农业相关 这个农民农业首先要吃满,要活着嘛,最实在 小满一个意思就是说,南方这个时候雨季多,雨水之满 那北方呢,雨少,那它吃面的多,也就是小麦 这个时候,颗粒快饱满 所以说,作为中原地区的那一个起始,南北都要坚固 那,它其中这十五天的节气当中,最后五天 叫麦秋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秋天果实完全的饱满 要收获 虽然它主消杀之气,但是它也是成熟 自然会落下来嘛 你会发现这个四月,四游丑三合金 你看,才到夏天 第一个月还没过 然后就跟今秋天有关系 而最开始的是一个苦菜 就是说,这个午后前五天 苦菜,苦屋,中医里面煮夏 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天,也是刚刚开始 而中间呢,就是米草死 也是指这个夏天非常之旺 因为米草,你说草木都在长 这个夏天这些,应该都很旺啊 可见它是阴性的 什么都有阴阳,对吧 阴升阳长,阳升阴退 所以说它实在 这个消满之后 那我们就大满 有大满了 下一次就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